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学习进阶算法因应课程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regalization 具体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种L2这种类型的regalization 它的目的是用来减少这个overfitting 那么这一节课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这个regalization 跟大家讲这个regalization里面的另外一种类型叫做L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首先L1regalization它的这个公式是什么样 我们看一下L1regalization的公式是这样的 就是它的cost function呢,等于我们之前定义的本身的这个cost 它本身的这个cost可以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quadratic cost 也就是说可以是个二次cost,也可以是这个cross entropy 总之这个C0指的就是我们之前原本的这个cost 那我们看一下增加的这一部分 增加这一部分呢,这次我们是有一个lambda除以n乘一个sum 总和是吧,但是我们看到变化的部分是这个 我们之前这个L2regalization的话 我们这个总和求的是对w平方 就是权重的平方是吧 这次我们不一样了,我们是对绝对值求和 当然这个求和还是根据这个神经网络里面的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权重,全部加起来 它的绝对值求和,那么之前是平方什么 这会变成了绝对值,这是L1regalization和L2regalization的一个区别 好,那我们同样的方法我们来看一下 通过求偏导以后 我们后来计算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权重更新的法则有什么不一样 好,那同样跟这个L1 跟这个L2regalization类似 然后我们对这个L1来求偏导数啊 我们对这个他刚才我们定义这个cost function来求偏导 求完以后呢 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公式 也就是说之前面这一项跟之前一模一样是吧 就是本身的这个C0 然后呢,对他 以他对W求偏导,对权重求偏导 那么第二部分我们看一下啊 跟之前有一点不一样了 第二这部分呢 我们还是Lambda乘N是吧 但是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成了一个这个这个符号 大家可能有的不太熟悉 没有见过这个符号叫做Sine of W 它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它取这个W的符号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权重呢 如果是小于0的话呢 那这个Sine of W 就等于-1啊 如果那个这个W大于0呢 是个正数呢 这个Sine of W 就它的符号就是正1啊 其实这个值就是个正1或者-1 取决于W的符号 好 那我们再知道这个以后呢 我们把它带入到这个权重更新法则里面 是吧 也就是说 我们要给权重减去一个他的偏导 也就是减去这两项 是吧 就刚才我们求拍的这一项 用W减去他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这个权重更新法则 我们把这两项的以后交换了一下是吧 先减去这个 以他乘以一个Lambda除以N乘以一个W的Sine 然后再减去这个Lambda 就是对这个 再减去这个以他乘以这个原本的这个Cost function 对于W的偏导是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是我们新求出来这个权重的更新啊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之前这个针对这个L2这种类型L2类型的regulation来讲他们有什么区别这两个更新我们看一下啊 这两项是一模一样的是吧 那么前面这一项的区别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之前这个L2的更新法则上面的我们把这个W不是提出来了吗 然后里面有一个1减去学习率Learning rate这个这个ETA乘以Lambda Lambda是我们的regulation parameter是吧 然后除一个总的实例的个数就是N 那这个数呢 它是一个等于说乘以W的一个小于它是小于1的一个分数是吧 它乘以W也就是说我们把权重缩小了某一个固定的比例是吧 注意提下这一项 但是我们现在看下上面这一项上面这一项有所不同 因为我们现在W减去的这个数它是一个常数是吧 因为ETA学习率它是一个常数 Lambda是我们设定好的一个regulation的一个参数 那么N呢就取决于这个输入的X训练集里面的实例的个数 然后右边乘以一个这个W的符号Sine 所以我们看他们两个区别就是说 它L1呢其实减少的是一个常量是吧 减少的是一个常量 但L2呢它减少的其实是一个权重的一个固定比例是吧 也就是说这个权重本身值比较小的情况下呢 那我们看一下它这个 随之的这个比乘以这个 固定的分数之后这个比例是不是也就比较小 那我们相对来说减去一个常量的话就比较大了 所以这就是他们两个区别啊 也就是一个是减去一个常量 一个是减去一个这个 它是减少一个固定的比例 这就是L1和L2这两种regalization的区别 所以呢这个 根据这个区别呢 我们说这个L1 它倾向于集中在少部分重要的链接上 它对weight的限制其实是倾向于集中在少量比较重要的这个weight之间的connection上面 但是有一个特殊情况我们要注意一下 就是当这个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sine的时候 我们说就是说当这个w权重它如果等大于0的时候呢 我们取正值 如果小于0取负值 但是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说当这个权重如果等于0的时候 这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求偏倒 就是说如果对c对w求偏倒的话 它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是吧 因为在这个点呢 它的形状其实是一个 我们这个w绝对值的形状 它是一个v字形 它有一个突然转折 它在这一点是不可倒的 所以呢我们就定义 当w等于0的时候呢 它的偏倒数就是cost function对于w的偏倒数是没有意义的 不可倒 所以我们就定义在这时候w0 就让它等于0 也就是说我们就使用不用regulization这样的一个表达式 就直接用c0这一部分就偏倒就完了 这样的话也符合 因为本身呢我们这个regulization 目的就是减小权重 那当权重等于0的时候呢 我们就无需减少是吧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特殊情况 就是当w等于0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实现程序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 它不可倒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unregulized的形式 好 那么这里面就是我们想所介绍的这个L1这种类型的regulization 它的目的当然无非也是为了减少overfitting 与我们之前介绍的这个L2类似 好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概念 叫做dropout dropout是什么意思呢 dropout是一种方法 它是干嘛的方法呢 就是说 它也是这个为了减少这个overfitting 不过它的这个设计呢 这个和这个L1 就dropout和L1L2regulization 非常不同 从理念上来讲的话非常不同 因为这个dropout 它不是说针对我们的cost function 就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cost function 增加一项啊 或者怎么样 像之前L1或L2的regulization这样 而是它是对神经网络本身的结构做出调整 做出改变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ropout 它怎么对神经网络本身结构做出改变 假如说我们有一个神经网络 像这样我们还举个简单例子 有三层输出 输入层 隐藏层 输出层 那通常呢 我们根据这个输入的X呢 我们传统方法怎么样 我们之前学的就是根据输入X 我们通过初始化的这个weight和bias 来更新这个隐藏层是吧 更新完了以后再更新到输出层 然后从输出层开始我们抹 用back propagation和gradient descent的方法 往回来更新这个权重和偏向是吧 然后这样往复不断更新 但是呢dropout它的方法就是说 不一样就提防在于 它刚开始的时候 它是需要删除隐藏层的一些神经园 神经源 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意思啊 就比如刚才那幅图我们看到 现在dropout呢 它是在我们最开始更新的时候 像正向更新以前呢 我们就需要最开始就要在这个隐藏层 把一半的神经元给它删掉啊 删掉以后呢 我们只剩下一半的神经元了 我们后面会讲一下这个道理在哪 我们现在先给大家叙述一下这个dropout 它是来怎么work怎么工作的啊 所以呢 第一步就变成了我们需要在这个隐藏层上 把我们就看这个虚线画的 就等于说我们把这些神经元都删掉了 我们忽略它 那随着呢很多这个连线也就没有了 是吧 如果没有这个神经元的话呢 它和输入层这个神经元这个连线 当然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把这些 一半的神经元删掉了 然后在删掉之后呢 我们遵照以往的程序 通过输入层呢 我们通过神经网络来更新 当然更新的时候 就不存在那些 我们删掉的那些神经元了 更新到这个输出层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反向更新 利用这个mini batch 这个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这个也叫随期梯度下降的方法 然后对这个神经网络 用back propagation来反向更新是吧 更新完了之后呢 我们干嘛呢 我们再开始 所以重新来选一半 就是我们把之前恢复了以后 我们再重新挑一半 本来比如说我们有100个 这个隐藏层神经元 我们就随机第一次 我们随机删掉50个 第二次呢 我们恢复之前删过的 然后我们重新删除 重新来这个随机选一半删掉 也就是说每一次就是随机选一半删掉 那么我们再进行这个正向更新 和反向的这个back propagation来更新 这个w weight权重和bias这个b啊 也就是偏向 然后我们这样来回重复这个过程 等于说我们是先删除一半更新 然后往回走回来 把权重和这个偏向更新了一遍是吧 然后呢我们把刚才删过那些恢复到原始 把所有的这个隐藏层都加回来 我们重新选一半 这次选的可能上次不一样是吧 因为我每次随机随机跳一半来删掉 重新删掉一半 然后我们再进行正向的更新和反向的更新 来来更新我们的权重和这个偏向 所以大家看到我们这个过程了 重复这个词的过程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drop out 那他为什么有这个什么意义呢 我们来想一想就是说 这个我们还有一步还没有完 就是我们在这个更新完之后呢 我们因为每一次学习的时候是吧 都是在只有一半身这个隐藏层的神经元技术上学习的 所以呢我们学到这个权重呢肯定会偏大 那么在最后我们把所有神经元补回来之后呢 我们对每个神经元它上面的这个weight把它的权重啊都减半就除以二 这就是我们最后得到的这个神经元的这个weight 它的权重啊 所以呢我们来分析一下 就是我们刚才了解了这个drop out这个算法它的过程 但是同学们可能比较奇怪说 为什么我们每一次要把一半的神经元删掉呢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道理在哪啊 我们来设想一下这样一个一个例子 就是假设我们对于同一组的训练数据啊 我们假设有不同的神经网络来训练 我们有好几个不同的神经网络训练 训练完成之后呢我们求出这个求这个这几个神经网络输出的平均值 我们想这样其实可以减少一部分的overfitting是吧 因为我们不同的神经网络训练的出来结果是不太相同的 我们来求一个均值 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它的这个overfitting 那这个drop out其实也跟这个道理差不多啊 也就是说我们每次不是扔一半神经元嘛 只用一半神经元来进行训练 这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神经网络给结构给改了是吧 就是我们把隐藏层剔掉了一半 然后下一次我们又全取另外一种方式来把它剔掉一半 因为我们是随机选了一半剔掉 所以呢就相当于我们其实是建立了不太相似但不同的这个神经网络来训练同一组数据 然后我们在这个输出层上呢就把这个他等于说是求了一个类似于平均值一样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每一次减一半 然后呢只用一半神经元来训练我们等于说用了是某一个神经网络 我们下次再重新挑一半的时候挑的是另外是不同的这一半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等于说又有一个结构不一样的神经网络 所以呢这样多次等于说我们用多个神经网络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跟上上次就这个我们道理一样 跟这种道理一样根据不同神经网络来训练道理一样 我们可以就减少overfitting啊 也就是说他这个drop out的这种方法呢 他减少了神经元的依赖性 也就是说每个神经元我们不能说依赖于某个或者某几个其他的神经元 迫使这个神神经网络啊 学习更加和其他神经元联合起来更加健硕的特征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因为每次剃掉一半 所以你一个神经元你不能老依赖他和另外一个神经元之间的联系 所以在这种重复的过程中呢 用不同的神经元来重复的过程中呢 他其实把这个神经网络和比较重要的其他神经网络 联合起来这个建硕性提高了 也就是说我们换不同的数据的时候 他可以同样就是表现比较好 也就是准确率比较高啊 这就是说我们这个drop out这样一个算法 那么这个drop out呢 他这个原始的出处这篇论文呢 他这个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对我们这个minis的dataset 他训练出来的这个accuracy最高可以达到这个 就是说在这个文章出现之前呢 我们这个minis dataset之前最高的这个准确率啊 是98.4% 98.4% 那当时就是大概几年前 我们在这看到这个drop out drop out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以后呢 作者根据drop out的方法来训练同样的这个minis dataset 手写的这个数字的数据库啊 结果呢把这个准确率提高了98.7% 我们看还是提高了0.3%的 所以说明实验那块也可以证明我们这个drop out方法确实不单单是可以减少overfitting啊 他可以把这个我们这个选算出来这个accuracy啊 就是测试级的这个准确率也可以提高 好 那这是又是一种方法 我们知道这个除了regulization呢 drop out也可以来减少overfitting 好 我们下面再给大家来介绍另外一种方法 那种方法其实更好理解一些 就是说我们人工扩大我们的这个training data就是我们的训练集 比如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我们之前 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只有我们只用1000张图片作为训练集和用5万张图片作为训练集的这个区别是吧 然后我们比较一下啊 随随着训练集的增大我们这个accuracy来怎么变化 也就是说我们当用1000张图片训练的时候和10000一张10000二张 一直到2000张3000张4000张5000张 一直到5万张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 准确率如何变化 也就是说我们只选一点一点点图片作为训练的时候和我们选很多很多图片 逐渐增增大这个训练集的这个大小 也就是它包含的这个图片个数的话呢 我们这个accuracy如何变化 我们来通过底下这个图 我们当然这个可以写一个简单的程序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画图可以来看一下它的变化 所以呢我们这里的参数还是跟以前一样啊 隐藏层有30个神经元 然后我们那个mini batch的size是10 不变的是吧 然后我们用这个之前介绍的cross entropy这种cost 好那我们还是训练30轮30个epicurs 我们来看这就是我们得到的一个训练的结果啊 我们可以看很有意思就是说 我们明显可以看到随着我们横轴表示的就是训练集的size 就训练集的大小 用多少张图片进行训练 然后纵轴呢 当然表示就是accuracy 就是我们训练的这个在测试级上的这个识别数字的准确性啊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啊 随着这个训练集的增大 我们的准确性不断提高是吧 尤其是我们看到开始的时候可能在一千的时候才百分之八九十这样 然后我们到五千的时候已经达到百分之九十多了 我们到一万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达到百分之九十五这样一个accuracy是吧 然后后面呢 在两万的时候达到百分之九十五点几或者九十六左右 然后我们看这个曲线还是缓缓的不断的上升啊 所以呢 从这个图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因为我们这个图他的skill画的 他的这个坐标这等于说一百和九十五之间有百分之五这么大 所以其实这个上面还是有缓慢的增加的 只不过是这个图上表现的不太明显而已 那么这就说明一个道理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增大训练集 我们可以减少overfitting 也可以同时呢 可以不断的增加这个训练的accuracy啊 好 我们为了更清楚表现这个图 我们把之前这个图转化成这个log这个scale 也就是说我们把横轴写成这个十几次方 就是说用log一万两万这样来做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图像体现的就更明显一些 当我们是十二次方的时候 十三次方十四次方的时候 我们其实这个accuracy 就是我们的准确性的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是吧 所以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还有更多的数据可以能源训练的话 那么可以想象我们的这个准确性还是可以不断增大的啊 根据这个这个曲线的趋势来看的话 所以呢 这个我们通过增大这个训练级的这个大小 它包含的这个训练级X的个数 实力个数呢 我们可以有效的可以提高准确率 那么呢 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通常有训练级的话 我必须是有标好的这个数字 是吧 训练级通常不是特别好获得 因为我们需要有这个label的data 也就是标记好的这个 每个书片属于几几几这种类 那通常呢 它不是很好获取 因为训练级的这个 通常要通过人工标注呀等方法 我们有有限的这个数据是这个有标记的 所以呢 我们还有一种方法 可以人工的产生更多的训练数据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假如说我们训练数据是吧 假如说这有个一张图是吧 我们看到这个图 看起来应该是5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人工把这个图像扭转 比如说我们往右扭转15度 那我们就产生另外一张图片是吧 它也是这个5 但是它这个图片的形状就不一样 因为我们想一想 我们要训练出来更好的一个对123456789的识别 是不是我们如果见过这个机器 如果见过不同各种角度 各种各样子的5的话 那它更有可能对这个测试机测试的更准 对不对 因为人们在手写的时候有不同的习惯 比如说人写的稍微歪歪扭扭一点 所以有一种办法就是说我们通过人工的方法 在这个训练集根据已有的训练集的数据 主动去更多的产生一些新的数据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把之前这个图片旋转15度得到右边这个图片 向左旋转15度到右边这张图片 那我们就增加一张图片作为训练是吧 因为我们知道前张图片它的这个标签是5 那么我们根据它产生的图片肯定跟它一样 这标签也是5 那么我们就这种这样的话就非常灵活 因为我们对同一张图片可以旋转不同的角度 可以增加很多的训练数据 不光是旋转 我们可以拉伸拉长扭曲 是吧 做各种调整 也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手写数字的这个识别 minist的这个数据值吧 假如说一个隐藏层有800个神经元的网络的话呢 我们可以达到这个 我们之前隐藏层其实做实验的时候只试了这个30个和100个是吧 假设我们设有800个神经元的网络 这个是隐藏层的话 那么我们的这个训练的 accuracy可以达到98.4%啊 但是有人做了实验就是当我们人工增加这个数据之后啊 我们可以达到98.9% 所以我们看一下 就是我们可以就是通过这个发明了一下 就是人工会改变图像的模拟的方法 会进一步大增大准确率 是吧 可以达到99.3%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人工可以从通过一张图像 它可以产生出它的不同变种 跟这张图像有点区别的不同图像 用这种方法呢 我们就把训练级的图像的数量增多了 增多了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同样的测试级 我们把accuracy就可以提到99%啊 这样一个数字 所以呢 我们就是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增大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我们扩大这个训练级的时候呢 我们要模拟现实世界中这种数据可能出现的变化 来概括更广的一个变化率是吧 就是说我们变化性 也就是说我们在根据某一张图片来生成一些它的变种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现实中有这种情况 比如说我们把5完全反转180度 这样的话可能不是很有道理是吧 因为大家想一想这个大家写数字的时候呢 可能会稍微偏一点点 但是没有人会把这个5写成一个倒的5是吧 就如果我们测试我们训练级的话都是一个 有一个前提的话 它都是一个正向放的图片的话 比如说6和9那反过来的话就完全反了 所以我们在模拟扩大训练级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模拟的这种行为呢 是符合现实生活中它这个数据分布的一个条件 也就是说它自然情况下会出现哪几种变化 我们就按这种规律来人工生成一些图片 来扩大这个训练级 而不能随意的生成很多很多图片 好 那我们来对比一下 最后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神经网络算法 和这个我们之前传统的这个support vector machine 这个他们的算法的这个精确度的这个对比 随着这个训练级的增大 他们的这个变化有什么 他们怎样变化我们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们这儿永远是用log的这种对数的这种 scale在横轴上 就是10的平方 10的三次方 10的四次方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训练级呢 它的这个size 随着它的增大 这个黄线代表的是这个svm 它的准确率 这个蓝线代表的是这个neural network的 比较有意思 就是说从数据量训练级 从小到大的一个过程中 我们这个神经网络算法的准确率 总是比这个svm要高 总是高于在每个点都高于svm 就从这一点 我们也看出这个neural network 还是比较powerful的一点 还比较强大的 那么但是我们看一下 这个他们俩的差距越来越小 到我们这个数据量越来越大的时候 他们俩达到类似 当然说这个神经网络的准确率 还是比svm要稍微高一些 但是他们俩达到一个类似的一个 就是差别不是特别大的情况 但是我们这只别忘了 只是用一个比较浅层三层的简单的神经网络 如果我们用深度学习更深的神经网络的话 很可能我们的结果会更好 是吧 所以呢就是在比较两个算法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确定就是说 是否使用同样的训练级很重要 是吧 也就是说 有的人呢 他说他这个使用算法的时候呢 比如他写一篇学术文章吧 他说我们的a算法比某某过去的b算法要好 然后我们测试这个准确率是多少 对方准确率多少 但是我们要注意就是说 他们俩比较的时候必须是在同一个标准之下 也就是说要比较两个算法的优劣 我们肯定是至少要确定 在做实验的时候呢 这两个算法他使用的训练级是要一模一样的 不能说有的训练级有一个a算法 他使用的训练级比b算法使用的训练级要大 那么很有可能他的这个提高 对于精确度的提高 是因为他训练级更大而产生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个一个比较的方法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在同样的训练级上来比较 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出两个算法的优劣 好那这是关于这个 我们对于这个训练级的大小和这个 他的强度的这个一样一个关系啊 好那么我们下面再看一下这个初始化权重的问题 也就是说之前我们一直跟大家讲 说是我们之前是怎么样初始化权重的 大家回忆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初始化权重的时候 我们是通过第一轮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通过从正态分布中随机产生的 是吧也就是以这个均值为零 方差为一的这个正态分布中 随机的产生这些权重 他的这个weight和这个bias 就是权重和这个偏向 是吧 那么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同学都熟悉这个正态分布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正态分布指的是统计学中的一个数据分布的一个规律 也就是说在自然界中 很多方面的数据 它都呈现一个正态分布的一个这样一个结构 那什么叫正态分布呢 简单说就是说 它的横轴代表 它的这个方差 也就是它这个standard division 方差呢 它的纵轴呢 代表它的这个 这个出现的频率 也就是说 我们假如说 做一读统计 比如说某个鞋店里面 我们这样说吧 假如说考试成绩的话 然后呢 学生有的成绩比较低 有的比较高 然后呢 但是呢往往很多 不高不低的数字 它的这个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 也就是说 它会更容易出现 比较高的 比较大的值呢 和比较小的值 它都是 出现情况比较少 所以我们任何数字 把它可以标准化到这个 就是说 假如说我们以智商来说的话 平均智商 比如说100 然后呢 我们把它转化成0 就每个所有的数 我们把它转化均值为0 那么也就是说 大部分人的智商 比如说在这个 0 转化之后的0 或者之前的100 这样分布 然后呢 有少数人非常聪明 他的智商非常高 可能130 140 150 但是越来越少 越智商越高的人越少 大部分人都在这一块 因为他这个高度比较大 也就是他的 这个频率比较高 就是说大部分人 绝大多数人的智商 都集中在可能 比如说90 到110之间 那么 还有极少数人呢 他的智商偏低一些 然后我们就看 这些人数量也比较少 所以正态分布指的意思 就是说 它的分布 符合这样一个 Bell 像一个中的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它有 正态分布有两种 一种叫 这个一般正态分布 也就是说 它的均值 可以是任何值 另外一个就是方差 方差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这个正态分布 它的这个分散程度有多少 离散程度多少 如果它越集中的话 方差越小 它越 越分散的话 它方差越大 那么 我们现在看一下 就是说 我们 现在 假设 把所有的值 都转化成均值为0 这样一个分布 那如果一个正态分布 它的均值为0 而它的这个 这个standard deviation 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方差为1的话 那我们把它就叫做标准正态分布 就叫做 normal distribution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就是normal distribution 指的是正态分布 还有一个名字叫 这个 Gaussian distribution 是吧 高斯分布 都是一个意思 它的这个均值和方差 可以是任何数 但是如果一个分布 它的这个 均值为0 然后它的这个方差为1的话 我们就叫做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就是说标准正态分布 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图 其实是一个标准的正态分布 因为我们看到 它的均值是0 是吧 那这些百分比代表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横轴呢 我们把它标准化以后呢 它就是代表这个方差 是吧 方差的 那么方差呢 就叫standard deviation 方差呢 应该就是叫这个variance standard deviation呢 指的是标准差 标准差指的是这个 给方差来开方 也就是方差指的是标准差的平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如果把它转化成 把任何一个数据转化成这个 以0为这个均值 以这个1为方差的话呢 我们就是它 如果呈现这样一个特性呢 我们认为它 如果它满足这样一个数据和的分布 和别的特征 也就是说它的 在多少个标准差之内 它包含多少的数据 它如果满足我们图上画的 这样一个分布呢 它就是一个 标准正态分布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 比如说这是0 那么这个是0.5 就是0.5个标准差 这个是-0.5的标准差 也就是说 所有数据分布的时候呢 在标准差正-0.5之间 这样一个值内呢 其实有多少的数据在这里面分布 在这个范围内 我们看一下 各有19%是吧 那加起来就38% 也就是说 我们38%的数据 是分布在 均值加减一个半个标准差之上的 是吧 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如果说 要一个正负一个标准差 要多少 那我们再加30%吧 就之前38% 再加两个15% 就是从这个-1这个点 到1这个点 是吧 它之间呢 就是说均值的上下 它其实一共要包含 68%的所有数据 都在这个范围内 是吧 这就是一个 这个正态分布的概念 那么了解了这个正态分布的概念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给大家解释 我们有什么方法 可以就是说 更好的可以初始化这个权重 那么下节课 我们就接着跟大家介绍 如何初始化权重 可以比之前随机分布 从0均差为0 标准差为1的这个正态分布中 比它效果更好 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初始化权重 好的 那我们这节课内容先带着 下节课我们会继续跟大家介绍 这个初始化权重